美国广播公司NBC还没松口 但是外界传言 吉米法龙将在明年取代杰雷诺 坐上今夜脱口秀主持宝座 纽约时报也指出 NBC正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里 为法龙打造新颖的摄影棚 这是为了让他离制作人罗恩近一点吗 纽约也许是个躲避税务的好地方 但是星光可就比不上西暗璀璨 也不要忘了 法龙如果真的去东岸 大家就要为了大牌节目来宾抢破头了 外界传言 NBC高层担心 如果不早点做出改变 年轻观众们可能一股脑地转台 去捧吉梅尔的场了 雷诺就像洛基 以为他没救了 他却败布复活来个致命一击 不过全集早没人看了 现在夯的是综合格斗啦 你觉得法龙应该取代雷诺吗 留言告诉我们吧 来给我们一起 赶快到脸书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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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